社会上又一怪象出现 大量的实地店铺倒闭 因为我们看到 基本上街边上有蛮多的店铺都是空置 有的空个两三年都无人问津 但是这三个行业干的人却是越来越多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大家好我是佳哥 我们现在在江城武汉 对新闻生活比较重视的朋友 可以先给视频点个关注点个赞 我们接下来往下讲 大家都知道 受整个疫情口罩的一个影响 三年的一个影响 很多企业也是濒临一个倒闭 特别是一些小企业 经受不了冲击 很多老板就直接关门了 然后跑到人力资源市场上去找工作 很多人也感觉 像2023年放开以后 找工作也是越来越困难了 尤其是我们看到很多实地店实体行业 受网购 再加上整个各方面因素的一个冲击 真的是这几年活下去越来越难了 很多老板都只会要关门 然后自己重新回到打工的一个路线上来 包括很多的大商场都经营不下去了 你像武汉这边的新世界百货 已经接连关了两三家了 马上像这种什么加勒福 沃尔玛 还有那个像汉阳那边的大洋百货 上海那边的什么王富金百货 这种经营了几十年的大型商场也干不下去了 但是我们又同时发现在整个社会上面 干这三个行业的人却是越来越多 真的是让人百思不得其极 第一就是药店 大家可以在自己小区或者在自己社区 那一条街上随便转一下 一条街上面巴不得是六七家七八家全部都是药店 就是十米一个十米一个他们就挨着也不怕竞争 就这样的开一家又一家啊 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捉迷 药店有这么赚钱吗 他们这么近距离的一个内卷真的能够赚到钱吗 平时咱们基本上看不到有什么人进药店啊 真的是很少先有人进到药店 除了疫情那段时间可能买药需要排队 平时真的是看不到什么人消费 却从来没有见过一家药店倒闭的 而且越开越多 旁边什么搞零售的什么的零食店 什么服装店 然后什么火锅店 那是一茶换一茶 这个租户走下一个租户再来 但是药店呢却在那边窥然不动啊 从来就没有关门倒闭过 而且呢似乎药店里面卖的东西是越来越多 什么中药西药保健品保健器材 琳琅满目啊 这其中的利润咱们也不是内行人 咱们也不知道 那第二个就是街边的奶茶店是越来越多 各个品牌什么茶颜悦色 什么茶颜观色 什么古名茶百道 喜茶什么乐乐茶 各式各样的啊 从全国各地的 我们在武汉的街头 特别是像那种步行街 江汉路步行街 一条街上50米 基本上有10家有8家 全部都是卖奶茶的 卖奶茶真的有这么赚钱吗 而且听他们说 很多人都是加盟的啊 有了老板甚至能花四五十万 就加盟了一个品牌去做奶茶 而且呢一个月的租金 基本上都是五六万 再加上它的人工成本 大家想一下一天要卖出去多少钱 它才能赚钱呢 你像武汉有一个水塔下面 非常有名的茶颜月色 它的租金呢 一年将近220万 一天将近卖出去前400倍呢 仅仅能够保本 能够保它的租金啊 它真的能够赚钱吗 老板开这些奶茶店 真的是为了赚钱吗 虽然说啊 现在很多人都在说奶茶不健康 各种奶精的什么的 影响年轻人的一个成长和发育 但是现在似乎年轻人呢 渐渐对这个奶茶都上瘾了 一天一杯啊 一天不喝呢 真的是捉急的谎 那第三个就是社区的那种水果生鲜超市是越来越多 我们基本上现在买那种蔬菜 买那种水果 在我们下面的这个超市里面 真的是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而且他们开这种店呀 不仅是线下经营 他们还跟线上的什么团购平台 社区团购合作啊 搞那种什么接龙啊 真的是越开越多 但是呢 我们普通老百姓呢 却发现这个物价是越来越贵 包括蔬菜的价格 包括水果的价格 包括我们原来小时候那种 不值钱的五毛钱一斤的那个西瓜的价格 甚至呢都要花现在四五十块钱 七八十块钱买一个西瓜 感觉西瓜也吃不起了 为什么做这个行业的人越来越多 而相应的价格呢 却是越来越贵呢 这真的是一个谜啊 不知道呢 大家是怎么看待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拥入这三个行业啊 包括其他行业 你像餐饮 怎么做小吃的 卖服装的老板 基本上是一个店铺 换了一个老板 又一个老板 就是呢 更新迭代率特别的快 但是这三个行业 似乎非常的稳定 在这几年大家如果是有钱 会进入这三个行业吗 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讨论